难怪江南七怪必须死六个 你看他们的历史原型是谁 下场凄惨至极 江南七怪 极客震恶 朱聪 韩宝居 南七人 张阿生 全金发 韩晓莹 他们七人不仅是郭靖的启蒙老师 还是郭靖成为挟支大着的引路人 江南七怪的武功不高 但无论碰到困难 还是遭遇强敌 江南七怪都是尽心尽力 迎难而上 是射雕时代名副其实的挟英雄 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 江南七怪像极了操劳一生的父母 他们都是为别人而活 都在为别人忙碌奔波 到头来也没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最终除了柯震恶活到了神雕时代 其他六人都死于非命 原来在射雕的开篇 江南七怪为了追寻郭靖远赴大漠 就在要和郭靖单独会面之时 江南七怪突然遭遇了黑风双煞 尽管江南七怪早早地布下埋伏 但没超风 陈玄风的武功过于高深莫测 江南七怪使出浑身解数 还有天时地利的先机 但仍只是打下了没超风的眼睛 随着陈玄风加入战斗 江南七怪立时一败涂地 幸好少年郭靖一笔手截裹了陈玄风 但张阿生为了保护韩晓英 替心上人挡住了致命一击 最终死在了陈玄风的掌下 随后江南七怪的噩耗接踵而来 妙手书生朱聪中了欧阳风的蛇毒 命丧桃花岛 除了朱聪之外 南西人全金坝也被欧阳风所杀 至于射雕的另一个反派杨康 则杀害了韩宝居 韩晓英眼见朝夕相处的同伴 纷纷命丧黄泉 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自个而死 江南七怪立 唯有飞天蝙蝠 柯震恶活到了神雕时代 但这个光感司令依旧屡战屡败 在射雕时代 柯震恶为了追寻真相 吃了不少苦头 在神雕的开篇 柯震恶在铁枪庙里被杨过 欧阳风合伙作弄 搞得狼狈不堪 到了神雕末尾 柯震恶一味辱骂杨康 又在铁枪庙里 被杨过抓着一领高高举起 尽管柯震恶仍表现得傲然不屈 但读者们不禁会问 金庸为何要将江南七怪写死六个 最后一个柯震恶活了一百来岁 仍是武功帝位 处处受气 是呀 江南七怪不仅是郭靖的师父 还是行侠仗义 杨善除恶的大侠 他们为何落得如此凄凉悲惨的结局 其实 你若搞清楚了江南七怪的原形 就能明白金庸的言外之意了 众所周知 金庸的著作大多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他还会将历史人物学进书中 让他们和江湖众人发生碰撞 既然有了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江湖故事 好比杨铁心则是抗金名将杨再兴的曾孙 而郭孝天则是水薄梁山好汉 赛人贵郭盛的后代 此外 在金庸的书中 还出现了鲁志申的风魔杖法 燕青的秦宫 甚至在《以天图龙记》里 金庸借着张三丰的话 提及了《水浒传》里的方辣 张三丰说道 自唐朝以来 即是如此 北宋末年 名叫大首领方辣在浙东起誓 当时官民称之为石菜式魔教 石菜和凤石魔王 是魔教的两大规律 传之已达数百年 这样看来 由于《水浒传》和《射雕英雄传》的年代 十分接近 金庸似乎有意将《水浒传》里的人物 血进自己的江湖世界里 并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 将他们依依武侠化 既然如此 江南七怪的原形 又会是《水浒传》里的哪七位好汉 笔者认为 手持剑刀的张阿生是一个屠夫 他深爱韩晓银 因此张阿生和韩晓银对应的是 菜园子张青 母叶插孙二娘 妙手书生朱聪 妙手红公 他自然对应的是《水浒传》里的 古上早食仙 韩宝居爱马居 他对应的是梁山好汉 金毛犬断锦柱 全金八是一个手持秤妥的商贩 他和白日属白胜的形象不抹而合 南西人的唇钢扁单如影随形 他对应的自然是梁山好汉 欲宝似了 而梁山好汉王定六走跳得快 因此有一个火闪魄之称 他的轻功正好和飞天蝙蝠 柯震恶极度吻合 看到这里就能解释 江南七怪身上的种种谜团了 首先 江南七怪的武功 为何被设定的如此之地 只因他们对应的梁山好汉 还在聚一厅的最后七位 武功自然是二三流 其次梁山好汉 受宋江昭安政策的影响 他们在攻打方辣之时 损兵折将 元气大伤 从此一蹶不振 最后在高球菜金的谋害下 就此土风瓦解 看到这里 就能理解金庸为何要将江南七怪 学得如此凄惨了 只因他们的原型过得也不好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伯古通经 他的武侠小说看似通俗易懂 实则蕴含了许多人生哲理 还能折射名著里的一些人物 让人看得拍案叫绝 足足冲击